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能在评论区看到这样的留言 就是收藏就等于做了 而且它往往都是热评的第一个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它让我想到的是 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 获得一个正确的剪纸方法 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 为什么还有小伙伴抱怨说自己剪不下去呢 实际上呢 剪纸不光又有一个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好的心态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剪纸期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五个心理误区 以及如何解决它们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我说这边每天人都这么多 我只能暂时填在这个红线上 其实第一点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 不要追求完美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会看到有些小伙伴呢 每天给自己设计的目标是 少吃500卡 假如他最后只少吃了200卡 就觉得今天没有完成任务 从而会产生那种强烈的愧疚感 这种愧疚感呢 很可能最终导致 你就会放弃这个目标 对于这一点来说呢 其实我个人也深有体会 因为当我在准备健体比赛的时候 我所有吃的东西 都是被教练规定好的 精确到课 大家看这是我现在的饮食计划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都会按这个来吃 但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错过了某一顿饭 我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焦虑 我觉得完了 饭都吃不好 还减什么纸笔什么赛啊 这种愧疚感呢 会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教练 就听听他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 Let's go 在我的很多年纪运的教育 和我自己的游戏 和我身体的游戏 是因为我们人 没有人能不能成为100% perfect 100%的一样 如果你是不成为100%的一样 如果不是成为100%的一样 不然就再次进一步 再次进一步 再吃一堆的食物和饮食物和饮食物 和弄你的 diet 因为你可能会失去一份饮食物 你再次回答 然后你问 OK 让我来说 OK 让我来说 让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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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 在未来 未来说 所以就像我教练说的那样 追求完美是有代价的 代价是往往会带给你过大的心理压力 这种压力最终会导致你对自己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点 你是要检查自己的目标是否合理 看看这个目标到底是不是能在你保持 原有生活平衡的状况下完成 然后我们的内心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比昨天的自己做得更好 而不是追求完美的自己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对不对 现在呢是晚上7点59分 大家看 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喝咖啡 但谁让我早晨买了一杯网喝了呢 还是要把它干掉 第二点我觉得是处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可以避免的就是跟别人做对比 最近呢我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Instagram呢在八个国家隐藏了他的粉丝量 这么做的目的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关注一个人 不再是关注他的粉丝量的多少 而是关注他的内容本身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最终会不会大范围的实现 但是他们就想通过这种形式告诉大家 不要因为你有粉丝多就有优越感 不要因为你粉丝少就比别人差 其实对于简直来说也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小伙伴可能看到自己跟别人吃了一模一样的东西 做了一模一样的训练就是效果没有别人明显 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难免会有落差 但是你要知道同样的饮食同样的训练 反应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不一样的 减肥这件事呢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 而是为了你自己能有个更好的身材 更健康的身体 不要认为你周围的人或者其他人的成功呢 而打击你自己的自信心 我这边推荐给大家呢 可以写一下这种减肥或者减脂的日记 比如说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写在手机上 记录一下你每天的体重 吃了什么练了什么然后给自己打一个分 这样的小方法呢会帮助你 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去看别人 我感觉这个喝不完了 要不灵在明天吧 刚刚有些小伙伴好奇为什么我会回来的这么晚 原因是我今天拍了将近五个小时的 这么一大袋子的新衣服 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言归正传啊其实我今天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展示过的封印区 这是我放零食的地方 我把这些东西故意放在我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 就是怕我自己忍不住哪天会去吃 其实我想说的是减脂其实是一个不断放弃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的胃长时间没有得到一个满足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呢我们会比平时更加渴望这些食物 尤其是当我们特别饿的时候一种饥饿素会暗示你吃一些特别不健康的食物 什么多油啊多脂肪的食物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已经破坏了自己制定的饮食的人 会比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破坏饮食的人呢 在晚一点的时候吃的更多 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破罐子破摔 所以如果大家一不小心吃了自己饮食之外额外的东西呢 不要一味的埋怨自己 因为减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其实就跟打拳一样 这个回合你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 下个回合你只需要表现的更好就可以了 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 还是关上吧 第四点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心理误区 而算是一种心理暗示 可能你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听起来就像是弄假成真的意思 但实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根据美国这个学者而言呢 他的目的就是先去让你行动 而后去想结果 根据他所说的呢 对于咱们简直来说就像是 现在开始想象你减脂成功以后的样子 那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认可和赞美 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从而反过来 激励你现在去行动 所以如果你是刚开始减脂或者减肥 明天早上睡醒觉呢 你可以对着镜子说 不可以 也许就针对你有所帮助哦 Alright 今天呢是美国时间的8月7号 可能国内目前已经是8月8号了 但这里边呢 我还是要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前两天和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呢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听说有些女生 喜欢让自己的男朋友胖一点 所以老给的头十 想来想去我估计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她怕男朋友比自己瘦 啊我开个玩笑 其实呢有些时候咱们开始减肥的时候 不是自己不想减 而是来自周围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上学的时候每天吃饭 妈妈疯狂的给你加餐 上班了以后呢 还有朋友和同事天天约你出去吃饭 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不去呢可能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尴尬了 所以呢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个处境 我本人当然也经历过 就是很多小伙伴以为减肥只是自己的事情 其实它跟你周围的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在你开始以前 最好提前跟你周围的人打好招呼 你可以这么说 为了健康 为了有个更好的身材 为了能够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决定开始减脂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 从此以后只约健康局 啊不对 健身局 这样的话你把你自己的flag已经立出去了 就算你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的小伙伴也会过来监督你 同时呢结交一些跟自己有同样目标的小伙伴 一些什么蛋糕呀面包呀给你讨厌的人 别说是我说的 通过改变你的生活环境呢 让这些环境反过来来督促你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以上呢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五点 其实减肥的过程呢 是一个不断培养自己好的习惯 并在这个路上 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过程 如果我们自己内心不相信 能够通过减脂减肥变得更好 那么这个减肥过程往往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在减脂的过程中 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好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时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如果遇到崩溃的边沿你就要发泄 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点 最后呢我希望各位小伙伴都能够 减脂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别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如果大家在减脂和减肥的过程中 遇到过哪些困难呢 都可以通过弹幕和留言分享给我们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帮你来解决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